第三课 交换人生 学习词语 生词 交换 人生 富翁 羡慕 放弃 大脑 提出 富有 手术 动脑子 无忧无虑 不知不觉 练习 一 请仔细听录音 找出每组句子 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第一组 一 他刚毕业就找到了工作 大家都很羡慕他 二 医生是让人羡慕的职业吗 三 我最羡慕的是无忧无虑的孩子 第二组 一 他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二 我没有放弃他 我没有放弃他 因为我爱他 三 他放弃了在那家公司工作 自己开了一家饭馆 第三组 一 只要有一点不舒服 他就去医院 二 只要你愿意 下个星期就可以来公司上班了 三 每个周日 只要有时间 我就去看爷爷 第四组 一 他刚来一个月 就把钱都花光了 二 他把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 三 为了买房子 他花光了所有的钱 第五组 一 十几年没见面了 他还像以前一样 二 他的汉语真不错 跟中国人一样 三 他也和我一样 为找工作的事发愁 课文 交换人生 一个身体很差的富翁 一个身体健康的穷人 两人互相羡慕 富翁为了得到健康 愿意放弃他的财富 穷人为了富有 愿意随时放弃健康 一个医生发现了交换大脑的方法 富翁赶紧提出 和穷人交换大脑 这样 富翁会变穷 但能得到健康的身体 穷人会富有 但他会生病 少数成功了 穷人成为有钱的富翁 富翁成了一个健康的穷人 变成了穷人的富翁 由于有了健康的身体 又因为他有成功的思想 慢慢地又开始变得有钱了 可同时 他总是担心着自己的身体 只要有一点不舒服 就非常害怕 由于他总是什么都担心 什么都害怕 时间长了 好身体又渐渐变坏了 变成了富翁的穷人 虽然有钱了 可思想还是穷人的 他不愿意动脑子 不断把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 时间不长 就花光了所有的钱 又变成了穷人 同时 虽然开始他的身体很差 但由于他无忧无虑 并不知不觉地好了 他又像以前一样 有了健康的身体 现在 两人都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5. 根据课文内容 选择正确答案 1. 富翁愿意放弃什么? 2. 穷人希望得到什么? 3. 交换人生以后 富翁什么地方没有变? 4. 变成穷人的富翁 为什么又失去了健康? 5. 变成富翁的穷人 后来为什么又变穷了? 7. 边听录音边填空 1. 富翁和穷人互相羡慕 2. 富翁为了健康 愿意放弃财富 3. 穷人为了富有 愿意放弃健康 4. 变成富翁的穷人 很担心自己的身体 5. 变成穷人的富翁 不愿意动脑子 很快花光了所有的钱 9. 选词填空 1. 别老羡慕别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2. 她也像你一样 只想当画家 3. 只要努力就可能成功 4. 这次旅行花了三千块钱 5. 这么好的工作 你怎么放弃了? 6. 谁说小孩子无忧无虑 他们的压力也很大 7. 只要你能在这里待下去 就会有机会 8. 电视节目没意思 她不知不觉睡着了 9. 我花了三天时间 完成了这个任务 1. 这次是能做成功的 1. 功能 4. 继续 2. 继续 20 解写 8. 继续 20